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 炭治郎终于脱离了梦境 回到现实中的他 被刚才的死亡经历吓得满头大汗 车厢中除了被他大海吓到的迷豆子之外 其余三人均没有苏醒的迹象 看到这里 炭治郎迅速指挥迷豆子 用血鬼术烧断作为入侵者通道的梦境之声 不得不说炭治郎的判断 非常主权 如果用日轮刀直接斩断梦境之声 这些入侵者的灵魂将永远迷失在梦境中 出人意料的是 即使烧断梦境之声 三人也没有醒来 反而运入侵者纷纷苏醒 并向炭治郎发动了攻击